汽车悬挂系统除了对行车的舒适性 其实关键性的作用以外 它还能够决定着车子的驾驶感受 稳定性 甚至是安全性 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悬调呢是属于一种消耗品来的 它会随着时间里面开始老化 甚至是损坏 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一件事 所以也就因此忽略了 这样东西 悬调主要有弹簧还有避震器组成 那这个弹簧它也是会老化 但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这个 Absorber 那这个Absorber 它在暴露的缺残之下 它会开始失去效力 甚至是漏油 那刚好今天我同事的这台车就是 Absorber 坏了 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我就教大家如何辨别 已经不能正常操作的 避震器好了 那究竟这个Absorber 的作用是什么呢 悬挂系统 主要的两大部件是Absorber 还有这个Spring 它们两个是一个team来的啦 所以当车子在行进不平坦的路面的时候 这个Spring 也就是弹簧 它会负责去压抑 来稳住那个车子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Spring 这个弹簧呢 它就会产生 弹跳 还有就是稍微有点多余的这个摆动啦 而这个时候呢 Absorber 就必须出厂了 它就负责吸掉这些多余的震动 和这个摆动 来让你的车子行走得更加的舒服 你坐在车里面就会觉得这个车是稳定还有舒适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Absorber 已经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呢 你的车子这个时候开起来就会好像坐船这样子 过这个红线是Oh my god 真的是很不稳的感觉然后 包括我在过这个弯的时候 那个车身真的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 稳住这个车子 那个车身就一直在 它不是侧倾哦 它是摇来摇去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不稳定 就说我现在是在一个很笔直很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啦 这辆车它都会有一种 这样子 跳舞的感觉 就真的是一直在产人多余的这个摆动啊 我就会有一种这辆车不稳的感觉 少掉那一份安全感 但我觉得安全感是其实重点是它的确真的是会影响到这个行车的安全 因为只要我稍微要做一个闪避的动作还是过弯的动作的 我觉得这一个 坏掉的Absorber 都能够足以影响到 可能甚至会导致这个车子失控 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呢 我就把我同事的车子开来了 这一间YH Tires轮胎店 要换上全新的Absorber 什么事很期待呢 走吧 那我就为我同事选择了这个SYCOL的Absorber 主要是它的价格并不会贵 相比起肥烟厂换这个原装的Absorber 它的价格方面是更加的经济实惠 但是价格还是其次啦 因为最主要是这个SYCOL的Absorber 它其实是依照国际的标准去打造出来的 在这个质量方面 它其实是和这个原装的Absorber 是相同分析的 而这个也是我在问的几个开轮胎店的朋友们 我得到的一个Feedback 他们都相当愧欠贴 这个不开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Absorber 其实它的这个焊接的地方呢 是用机器自动焊接而成的 在质量上是有一定的保证 然后它的这个Prison Roll 也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材质打造的 比较坚固之余 也比较耐用 重点是它的这个Body 其实是有镀上一层Coding 所以在遇到路上的积水 还是酸雨 它都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没有那么容易生锈 而且我在询问了店家过后呢 其实他们都告诉我说 这个品牌的Absorber 在质量上 还有这个整体的View Quality上 都是比其他的这个 3rd Party的品牌 还要更加的好 So far 他们用到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So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装上车 Ok 这个旧的避震器就已经拆出来了啦 我们可以看到有 Spring 有Absorber 然后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周边部件的 像是这个Absorber Mounting 还有这个里面这个 已经爆掉了的Absorber Cover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 有寿命的 它会随着时间演变而开始老化 然后就开始 表现没有那么好啦 那这些东西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避震的工作表现的 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啦 你的侧脚下方呢 也是一个叫 Suspension Bush 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以橡胶制程的 那同样也是和 这些东西一样 会随着时间老化 所以它老化了过后它就开始变硬变裂 那就不能正常吸收 这些额外的震动啦 虽然说大部分的震动都是 这个东西 在吸收 可是 那个Bush 呢 它是不得吸收微小的 这个碎震 所以那个东西如果不能正常操作的话 你的车就会感受到一些额外的震动 长久之下 它会把这个震动 闪进车厢里面 让你的这个dashport啊那一桩部分 出现杂音 不过重点是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及时更换的话 它是会 减少 这个 Suspension的 使用寿命的 你的absorber 更加快挂 OK 说这个就是全新的absorber cover啦 那跟刚才那个Tree的相比是差很远 然后那个上面那个毛钉呢 我们刚才有检查了 它还可以用 所以我们就继续用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如果 不能用了 就真的是要更换 因为它们是能够影响到你的absorber的使用寿命的 可以延长 在换上了这个Sky-Code的absorber过后 这辆车子真的是好拍了很多 整个舒服 然后 稳定性方面是好上了很多 不会有多余的摇摆 而且 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absorber它的这个 行程 蛮有力的 So Quality 方面我觉得 还OK 就它也没有 任何的扎音 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换一些第三方的产品 结果那个车脚才一装上去不久啊 就Key-Code Key-Code 这样子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 我觉得整个开起来的感觉 就是和原装是 一样的 包括过着这个白线 它整个吸收碎震啊 还有在这个过滤震动方面呢 真的是原装的这个等级 就是开起来很舒服 那 同时它又很solid的感觉 舒适性是几次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 这个absorber的 表现 它能够决定着你的车子的这个稳定性 还有就是 动态表现 其实相比起来啦 如果说轮胎 是最靠近路面的这个 骑车部件的话 那第二个肯定就是这个车脚啦 因为车脚的好坏能够 决定着你的车子在 操控方面的这个表现 这方面我觉得轮胎讲的是这个抓定力 那这个absorber呢就是 能不能抓着你的这个车身 在过弯的时候带给你一个更加稳定的行驶表现 甚至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其实它也能够决定着你的这个 车子的频速还有稳定性 所有都和这个安全是有关的 我现在开在我比较熟悉的道路上呢 真的有让这辆车子回春的感觉 包括刚才我在同个弯 过弯的时候 这辆车子是能够以更加快的速度过了 所以可见 这个避震器的好坏 是能够影响到这个车子的 很多表现包括动态啊 然后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操控 稳定性 所以说它能够影响安全是真的 整体而已我觉得这个cycle Absorber 其实开起来 它在 质量 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 舒适性稳定性等等的方面呢 其实的确真的是和这个原装是相同的 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很耐用的产品 然后我觉得像 Absorber 这种负责做粗工的汽车部件呢 耐用性是一点 然后呀 质量方面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 你也不想三天两头就因为有问题要去换掉这个汽车部件 是相当的烦的 而且重点是还能够影响到你的行车的安全性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真的是 不要开玩笑 选择这个品质好的 Absorber 是很重要的 现在试了这个cycle Absorber 后啊 真的对它的整体表现包括驾驶感啊 还有它的这个吸震避震能力啊 还有它的整体品质啊 真的是符合了我对它的这个预期 它的确有和这个原装 Absorber 的这个Quality 是 on-par的 那如果在找着这个避震器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的确是可以考虑 这个牌子 那讲到cycle 可能你不知道的 其实cycle 在我国啊算是一个 老招牌了 它其实是我国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汽车 零件生产制造商 除了 Absorber 以外它其实之前呢是专门生产这些 Dry Shelf 啊 还有 Staring 啊 这一些的周边部件 然后也有这个刹车系统的零件 等等的 这个 Absorber 是他们的这个其中一个最新的产品 我会推荐它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在这里也要感谢这个 YH Tires & Car Service 接触场地让我们做这个拍摄 然后也顺便帮我们安装这个cycle Absorber 真的是感谢他们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进步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